在荷兰山德鲁 传说有一片神秘的遗址 千年的时间里 见过他们的人寥寥无记忆 一位明改古人 信仰他们像是水面上冒出的气泡 以德国飞行乱 信仰他们像我们一阵的白影队 这些神秘的遗址真的存在吗 如果他们迅迟存在 又是用神秘的剑子来找人 陈凤千年的日 寂静未及 一九七零年 年轻的考古研究者中砍 刚刚被调到宁夏展览馆工作 一天 中坎的大学同学刘最长找到他 聊起了自己几天前 一次意外的发现 当时刘最长正常坐长途骑车 经过人际寒致的荷兰山东路 突然 他隐隐看到一片地面建筑 那些建筑形似蒙古包 目测数量超过上百个 规模十分庞大 只是天色已晚 刘最长看得并不十分真清 刘最长所描述的景象 中坎从未看到过 也没有听展览馆的同事提起过 那些神秘的建筑究竟是什么呢 考古学者的好奇心 驱使中坎前去荷兰山东路 一探究竟 荷兰山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处 沿年两百多公里 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地理界线 由于战略性的地理位置 荷兰山东路自古以来 就是中原王朝 注定镇守的要地 如果荷兰山一带真的存在大规模的古以致 很有可能圣偶和朝代在这里设置的军事重镇 然而中坎与队员们在荷兰山东路兜兜转转 并没有找到刘最长所说的建筑群 刘最长看到的难道是幻象 所有人的心中都产生了疑问